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前幾天 外媒爆出華爾街金融家 可能正繞過拜登政府 計劃與中共官員舉辦一場完卓會議 這樣華爾街想與中共談些什麼呢? 而中共又在防止資本 無罪擴張的任務下 被華爾街留了什麼後門?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些話題 8月25日彭博社報導 由華爾街金融家與中共官員 組成的中美完卓會議 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 以視像的方式再設舉辦 有消息人士說 會議聯籍主席巴瑞克黃金董事長 約翰·桑頓已經到了北京 與中共金融界高層官員 劉鶴、方星凱等會面 報導中說 北京最近對本國一些企業的監管 消毒國際投資者 令美國商界感到困惑 他們尋求對北京最近的舉動 有更多了解 報導還說 商界正繞過拜登政府 直接與中共官方對話 以獲得擴大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對於這個原卓會議 證監會和國外都沒有相應的回應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這個 中美金融原卓會議產生的背景 中美金融原卓會議是在2018年 中美緊張關係升溫的背景下誕生 當時正值中美貿易戰 而華爾街的這些金融家就是擾過特朗普政府 去與中共高層會面 2018年11月9日 北京顧問納瓦羅 在一個演講中提到 華爾街高層需要美國結束與中國貿易爭端 他們試圖向特朗普施壓與中共達成協議 納瓦羅說這座華爾街高層 是未註冊的外國代理人 在今次原卓會議傳聞出來之後 8月30日 中國首間外資獨資公務基金貝萊德 在中國大陸市場公開發售首款產品 將會在新能源、消費、數碼化、養老健康 以及產業創新升級這五大領域中 尋找中國股市的超額收益 目前貝萊德是全球最大計資產管理公司之一 截至今年6月30日所管理的資產規模 達到9萬5千億美元 大致相當於人民幣61億7千6百萬 2020年4月1日開始 中共證監會取消了證券公司外資股比限制 意味著對外資券商持股比例的限制徹底開放 根據大陸傳媒消息 在取消限制當日 就有兩家美國公務基金提交審批申請 去年8月21日 貝萊德就獲得中共證監會核准 設立貝萊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註冊地在上海 成為中國首間外資獨資公務基金管理公司 有投資家人士認為 召開中美金融園卓會議的傳聞 和貝萊德發行首款產品的消息一前一口出來 反映中共當局 和華爾街已經談好數 給貝萊德可以賺到錢 那是中共當局給華爾街打開一個在中國市場賺錢的窗口 令他們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 進入中國市場賺錢的機會 因為作為首批進入的公司 市場上的競爭會越少 他們的壟斷性就越強 中共沒有華爾街巨頭 那是令他們成為中共在美國的代言人 影響美國的政治和經濟政策 資本逐利不僅華爾街的金融家開設行動 中國大陸傳媒說 美國的投資者再次開啟了投資中概股的行程 美國女巴菲特海西伍德旗下的ARK基金 在幾乎清空中概股之後 8月23日旗下一隻指數股票型基金 買入了超過16萬股的京東ADR 結束了7月底以來連續拋售的形勢 與此同時彭博社的報導顯示 最終98隻中概股的 納斯達克金融中國指數 在過去6個月內重挫46% 但是受到投資者逢低買入推動 8月24日該指數大升超過8% 連續3天收高 這樣為什麼在8月23日之後 華爾街和投資者幾乎是同時開始轉態呢? 那與中美金融原作會議的消息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中提到 在中共打出一系列監管組合權 並且宣稱 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之後 就開始向美國示好 我們再簡單回顧一下 8月20日 在易匯滿的講話中 提到資本市場的關鍵3點是 要繼續推進資本市場制度型對外開放 推動中美審計監管合作 支持香港資本市場穩定發展 8月22日 中信證券發表了報告說 政策和經濟前景的分歧 造成投資者行為民亂 市場風險釋放已接近尾聲 8月23日 中港股市平穩尾聲 接下來市場上就出現了我們剛才提到的 《諸多消息》美國散戶開始重返中概股 華爾街和中共計劃舉辦完卓會議 以及華爾街金融機構在中國市場展開的行動 其實在8月23日 資本市場還有一個重磅消息 中共國務院網站當日發表了一份文件 文件說 要開展跨境會計審計監管合作 維護國家經濟信息安全 以及企業合法權益 並且增強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 此表示在中共國務院的層面 已經在向美國妥協示好 雖然這份文件是8月23日發表的 但是由日期上來看 7月30日已經成文 所以按時間來看 證監會主席易會滿 在8月20日講出要 推動中美審計監管合作 應該也是在這份文件成文之後作出的表態 而由7月30日到8月25日之間 華爾街的金融家 是不是正在和中共的高層會面 有時間順序來看 在中共的頻頻示好下 關於華爾街和投資者的消息釋放也很有節奏 不能不說配合得很默契 也很難令人不懷疑 在消息的你來我往之中 中共和華爾街已經擾過拜登政府進行了談判 雖然雙方會面具體內容無從得知 但是有兩件事件比較清晰 首先就好像繞過特朗普政府一樣 華爾街金融家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向特朗普政府施壓 現在也繞過拜登政府 不排除是為了獲得中國市場的利益 向拜登政府施壓 其二 如果這個中美金融原冊會議年底前召開 中美兩國金融市場的融合度 將會更高 這種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情況 將會令美國政府 很難和中共在金融領域脫歐 也會在金融體制上增加難度 這些都是中共在華爾街的金融家身上 明顯有利可圖的部分 但是現在上了中共船的華爾街 利益會有多長久呢? 大家知道 現在一些投資大人物 也開始研究習近平所說的 因為想要找出下一個被監管的行業 那麼我們也嘗試找一下習近平的思路 讓我們回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並且由內部政策和外部因素兩方面來看看 在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共經濟會議上 中共列出了8個2021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 防止資本無罪擴張就被列入其中 對於極權中共 首先不能准許資本凌駕它的權力之上 也不准許不受它掌控的資本和權貴 以及地方權利結合 順著防止資本無罪擴張的思路 今年以來 中共在多個領域的一系列亂打 也就有了解釋 近期被監管和整頓的行業 由互聯網到陪教行業 則由白酒、醫藥到演藝圈、房地產 無一不滲透資本身影 那對於深入其中的華爾街資本 是不是也存在風險呢? 不過中共在防止資本無罪擴張的同時 總是會留一條路給資本的唯一的一條路 那就是跟黨走 那也是我們看到貝萊德所提到的資本主題 好像是新能源、消費數碼化、養老健康業 以及產業創新升級這些領域 都是中共希望資本支持的領域 我們再來看看外部因素 同樣是去年年底 由11月13日到11月30日 在半個月多些時間裡 習近平三度提到備戰、打仗 當時也正值南海、台海局勢緊張 中美對抗升溫之際 可以看到 習近平的備戰思維是一直持續下來的 無論中共在內對抗資本 還是在外對抗美國、華爾街都有些關係 對這些一心想在中國市場發展的華爾街金融家 目前來看 利益之下還是想要與虎謀皮 但是想想中共涉拳以來 是如何對待那些被它利用過的資本和資本家 華爾街或者應該重新審視在中國的風險回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